您知道吗? 伦敦是英国使用瓶装水最多的城市之一 不少团体正在努力推行减速行动 有位艺术家用15000个丢弃在伦敦各地的宝特瓶 打造出一个装置艺术 希望唤起人们对塑胶垃圾泛滥的重视 而展示地点就选在伦敦动物园 吸引小朋友的目光 让环保意识向下扎根 一群孩子在老师带领下来到伦敦动物园 小朋友高举手中的环保水杯 开心地在园区的艺术装置里拍照 他们要当环保小兼兵 为伦敦的减速计划而努力 这个高4.9公尺被称为废物空间的装置艺术 是由15000个废弃宝特瓶制作而成 艺术家尼克·伍德在伦敦收集到 这些没有回收的宝特瓶打造出这个空间 希望人们正是塑胶泛滥的问题 《One Less》是全是要改变 London从一个城市 现在使用超过一百亿 单几个用的装饭水杯 每个年代 进入一个城市 以后再装饭 所以我们想建设一个文化的改变 以为购买175单几个用的装饭水杯 每个年代 伦敦是英国使用瓶装水最多的城市之一 宝特瓶被随手丢弃后 部分会从泰晤士河进入海洋 由伦敦动物学会主导的 One Less计划 就是要推广环保杯里面 减少塑胶垃圾 故一个健康的减速生活 有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